今年接連打回法網和溫網 兩座青少年男單冠軍的曾俊興 揮別台塑杯第一站 剛回台灣有時差 又中暑只能退賽的無奈 第二站漸入佳境 對上日本選手小澤興 就算體感溫度高達37度也不怕 曾俊興6比1 6比4 直落2 闖進16強 其實這幾天下來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 很累然後很喘 然後因為天氣的關係 所以可能都是打沒有幾顆就要休息 然後最近就是昨天跟今天 就開始有比較適應一點 在草地大部分都是用跑的比較多 然後比較不會滑步 所以我現在就是滑步的感覺 還是有點怪怪的 就是還沒有抓到 曾俊興陸續徵戰紅土髮網 和草地溫網 緊接著登場的硬地賽季 又以8月開打的美網最為關鍵 緊湊的訓練和比賽 就是希望能用大滿冠三連冠 邁向職業生涯 前面會先去歐洲 跟一個德國的教練訓練 然後就是還會請一個 就是日本的體能教練 然後就是準備美網 然後在美網之前 可能會打一個職業賽 然後就是前面可能強度拉高一點 然後打美網的時候就會比較適應這樣 一面比賽 一面調整 台塑杯第二戰 如果能打回冠軍 固然是一大肯定 不過對於曾俊興來說 更重要的是加速習慣硬地 和悶熱的天氣下比賽的情況 為接下來的美網做好準備 外圖新聞採訪報導 關於美網財部的